我站在樓間嗎? 我站在樓間嗎? 眼睛指高畫一下 我站在樓間嗎? 眼睛指高畫一下 欸!你不要給我看下去 今天要來拍 通宵家家常菜的料理教學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真的要做料理 你是想看幹話嗎? 重點真的要放對 你們都不要歪樓了 怎樣? 重點是那個料理 所以你們注意看料理喔 眼睛有眼睛看喔 而且我跟你說 你媽很愛強化喔 怎樣? 而且我跟你說 等你先跑出去 好好好 我們就直接 好啊 直接進行料理教學 也是要和平耶 但是你們還是要跟他講一下 還是要跟他講話 好 先跟大家講的是哪三道料理 我是那個 魷魚、螺肉、蒜、佐 客家香草 我先插話一下 還好我剛有吃心蜜不怎麼樣 幹嘛要講那麼久 我真的 魷魚、螺肉、蒜、佐 客家香草 這是兩道菜還是一道菜? 兩道 那為什麼要佐? 你要三道菜嗎? 左 你們在一起嗎? 人家佐是說 用那個奶油這樣子 對 蒜片、台式、義大利麵 左 沒有了 就這道菜 就左而已 那我們就直接進行料理教學 我們的第一道菜是 魷魚、螺肉、蒜 我們準備一樣東西 比如說豬肉 準備 但是兩道菜都用不到 都可以用 魷魚、準備 兩道菜都用得到 所以你的左是這個意思啊 對 介紹一下這道菜所需要的材料有什麼 魷魚、豬肉絲、豆干、蒜跟蔥 等一下我想幫大家問 這個魷魚是乾的然後是泡什麼 乾的泡的然後把它切成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就煮給你們看 好那先客家小炒來 第一個步驟齁 一樣齁 我就是很龜毛嘛 該爆香的東西 一鍋要先爆香過 邊香我們所有的東西 邊香了以後 分成兩邊 然後兩道菜就出來了 一個在客家小炒 對 所以它的左的一直就是在這裡 對啦 你們不要亂我啦 左是有用處的啦 一鍋二鍋 沒辦法一鍋三鍋 就是有點像半煎炸湯 對 就是油要多一點點 對 因為它後面有點起泡的感覺對不對 對 然後有點金黃金黃的感覺 對 對啦 就是有點那碰怕這樣子 對 我覺得你們已經有比較和諧一點 有有有 比上次好一點 就是我可怕了 因為這種上次拍過打了一下之後 有講好的 有 豆干大概中大火煙五分鐘 它表皮會有點碰怕 就是起一顆一顆的小球 第二步驟我們來煙魷魚 一樣煙 哇 一樣煙齁 欸很香耶 很香 魷魚丟下去味道就出來 對不對 魷魚大概煙了三分鐘之後 就把它拿起來 香味該出來的東西 一定都要炒 後來為什麼會這麼久沒有拍 是因為我確診嗎 啊我在確診的時候想說 啊都答應大家 要趕快拍 這麼久都沒拍 那我要想一個 厲害一點 啊雖然這個是很加強 它沒有錯啦 可是 它確實也算是一道大菜啦 我覺得算功夫菜耶 一般我們家庭很少煮那個 魷魚螺肉蒜對不對 很少很少 比較少對不對 可是 它煮起來其實味道真的很好 豬肉大概炒到八九分熟左右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了 對一樣拿起來了 還有一點透的粉紅色的感覺 肉不要炒太久半會老掉 對 本來18歲被你炒到五八 哈哈哈哈 啊就算是58歲 這個我們也可以去把整容搭 那個就不自然美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爆炒我們的香菇 我們香菇爆好之後就先關火 我只是要跟你們講解 不然我是一鍋到底 該要香味的東西 我是不是都出來了 是的 湯這邊是已經有蘿蔔下去滾的 然後香菇剛才爆香之後 直接放到湯裡面 對 那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我用的是蘿蔔 如果是冬天的話 菜心啊 冬筍啊 就是那個蔬菜 你們是可以自行調整 我這個豬肉炒香了對不對 我一半放到湯裡頭 魷魚剛剛炒了對不對 也是一半放裡頭 一半放裡頭 丟進去之後就讓它煮 就可以不用管它 我們就可以來用特加小炒了 是的 很有智慧欸 好有智慧 拜託 確診的時候太無聊 所以在想這些 我是都沒有辦法找啦 好啦 智慧 你們都以為我在瞎掰喔 拜託 你知道我日子容易嗎 我不容易欸 真的不容易欸 有格力有差 啊這個怎麼沒什麼差啊 好我們等一下看你表現 我不可能有差的 對 因為我本來以前就不是很 不是很好 客家小炒我準備的是 我怎麼準備 客家小炒 客家小炒我準備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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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小炒我準備的是蔥 那魷魚羅肉蒜 準備的是蒜 你們不會連蒜跟蔥都分不清楚 可以啦我可以 不會吧 我是想跟大家講 我們的客家小炒沒有芹菜 是因為我們家的小孩很不喜歡吃芹菜 我一定不會用芹菜 對 蒜頭我們先給它下去爆香 讓香味出來 肉 一半的肉跟魷魚 下去 我們去吃客家小炒 這個就是基本款嘛 但如果裡面有水的話 不要下去啊 因為我很重視那個鍋器 水一下鍋器就不見了 轉大火給它翻炒一下 像我們的豆干剛剛也煸過了對不對 對 豆干也下去 豆干也下去 好香喔 因為我們剛剛把每一個都變香了 對 所以這裡步驟很快 一樣 嗆鍋邊 嗆 嗆 嗆 我個人的習慣啊 加一點點沙茶醬的味道 不要說 我喜歡加一點沙茶醬 啊多少加多少 半匙 其實這半湯匙就可以了 整個會香氣不一樣齁 一點點糖 因為我比較有圓吃那個 好你就其實找台南的那個口味 一點點的胡椒混 好 胡椒粉一點點 配飯用的 好了 鹽巴跟味精蛋在半湯匙 都各半齊 沖折下 我跟你講喔 這道超好喔 你們都想要打包回去帶便當喔 米酒醬一點點來鍋上下去 好香耶 好香對不對 我們剛剛試吃味道之後 覺得有點不夠鹹 所以補了半湯匙醬油 半湯匙鹽巴 太淡可以救 太鹹就有點難救了 我們客家小炒就到這邊 完成 下一道 完成之後馬上來看一下我們旁邊這個湯 這個湯的重點來了 螺肉湯 因為它這個裡頭的湯是 滿滿一整罐 其實螺肉沒有到很多啦齁 但是我們不敢用這麼多的湯 我們先下一半 好 一半 一半留著 一半 全部都下下去 因為它的湯是有鹹份的 你要慢慢加 你一次倒下去它怕太鹹 像這樣子 然後煮一鍋白飯 有魚 有豆干 有菜 有蛋白質 又有湯 又有蔬菜 真的很讚 以前我媽就是這樣為我們長大 所以我們四個才會叫 蛋糊糊 蛋糊糊都沒出來 我們這個湯滾了之後 我們就要來把我們的蒜放進去了 這個 我們家裡一定會有這種女兒 沒關係 也不要責備她 也不要責備她 而且等一下 我跟你講一個重點 你的女兒已經比他的女兒好很多了 喔是這個我驕傲 這個是吧 別的我們不說 我們光說進廚房 你女兒已經比這位女兒好多了 我跟你講 她還有辦法來這裡端盤子 她女兒是連端盤子都沒辦法 她女兒不能進廚房 對 我跟你講 只要這點 我真的 全部剩下都是蒜喔 好 下來 我們水滾了之後 就把我們的蒜放下去 它裡面是不是有加那個螺肉 所以我們不可以先 冒然先 亂加 欸這個真的很讚耶 這兩道菜真的是我之後回家會做的 怎樣 怎樣 快喝啦 快喝啦 怎樣啦 養我啦 我們試喝過後 決定加一匙鹽巴下去 每一道菜就像我們說的一樣 就是照你們自己喜歡的口味去加調味料 知道嗎 因為你們是她女兒 我在她旁邊看她煮 如果今天 不是你們在她旁邊 我早就過去 為什麼 她煮一道菜可以講很久很久 我是很急躁的人 一下都煮好了 她在這邊 欸 煮什麼 弄什麼 等一下我拿鹽 欸那我拿什麼的 我 還得了 這個有在挑起戰爭喔 要用心 細心 50歲了 腳步要學慢 等一下 我去拿心力不整的要 再試喝看看 整身雞 來 姑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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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要瘋了啦 對嘛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第三道是義大利麵 來阿姨請介紹一下有什麼材料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是台式 很台的喔 很台的義大利麵 跟她本人一樣 先把義大利麵煮多久才會熟啊 你們自己看啊 半個半分鐘 一邊煮然後自己吃看看啊 如果咬不下去那隻還沒熟啊 爆香的部分就是 培根 培根 培根我會用奶油下去慢慢煸香 好 好我先煸好了 煸完之後我們把它另外盛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煸蒜片 這兩樣都要用奶油煸喔 呃其實我覺得奶油比較香 或者你可以有橄欖油煸 一定要小火煸 慢慢煸 要有耐心的慢慢煸 還有一個材料是九層塔 直接開炒 阿姨還是會用一點點奶油 她喜歡用奶油 對 那也不要全部都用奶油啦 我們可以加一點橄欖油 來請你們讓開 剛我快說她為什麼不讓開 沒有妳自己給她另外開個包箱好不好 好來 我們有熱了對不對 對 這兩樣都倒下去 因為煸過了嘛 對我們剛剛介紹過了 剛剛沒有看得去 只要從頭回轉不下去 好 如果你不要分兩次的話 你也可以一次一次慢慢炒 不要沉起來 因為我是趕時間 是啦 你要趕時間啊 因為你媽媽一直在那邊講話啊 我會趕 我哪有 你可以先邊一邊沉起來備用 你也可以先邊 呃 煸好就直接放下去 煸好然後再用蒜片 煸好之後 你就直接倒下去 就不用沉起來啦 如果你想要直接煸 就是要一鍋到底 就對了嘛 就四個字而已 要講得肉肉 好 一大利麵就下去 這是我們關小火齁 然後呢 你讓手適到菜 我沒有叫你們先練筷子工 欸啊 是說真的啦 我家如果有夾子 我拿夾子就好了 也是可以只是麵會夾斷啊 手腳不協調 哇真的不行欸 這真的是要厲害的人才可以喔 有障礙欸 大家去買夾子 算了啦 你買夾子就好了咩 不要難堪一下 不要不要 來 我們可以這樣 它的麵快爛了啦 對 可以我們轉小火啊 其實麵早就熟了 只是我們要把它味道拔在上面 喔 所以這是乾炒義大利麵的感覺 對 倒一半啊 我們可以這樣子 那你炒麵 那你炒麵 這個好了啊 那你何必在哪裡 假鬼假怪 不然你來炒 來來來來來 來你炒你炒 來你來炒 來借過 都借過 你弄看看來你弄 來你弄 你說筷子嗎 沒有這個啊 筷子裡面也不會 乾翻 你下次拍一集插女兒的 我跟你講我從頭嗆到我 真的 你女兒的材質不要人家擔心 它開番茄醬就有問題 真的要有偏襯 炒到你就覺得說它的味道都有發燥 你可以試試看看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差不多了之後呢 這種鬆鬆的感覺就是阿姨要的感覺了 九層塔可以先炸過 但是我不喜歡炭油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它加進去 讓油慢慢煸 好 來 九層塔就可以下來了 好我懂了啦 阿姨的意思是說 多常會把一半一面弄斷 你現在才懂 你現在才懂喔 我都不能講話了耶 我幹話阿姨 我不能講話啊 怎樣啊 他講的宇宙心場說 啊我現在才懂了 他現在才懂了 然後九層塔慢慢讓他吃鍋氣的那個 那個溫度 進去讓他炒 讓他炒 炒到乾 炒到那個醬汁有收進去那個義大利麵裡面 那個都是要小火的狀態喔 這樣可以了 那我們來可以加鹽巴 OK鹽巴來 這個二十五夠 我們現在來調味 加了一匙的鹽巴 好來 我們就是邊加邊吃看看 好 而且每個人的培根鹹度應該也不一樣 所以你們要自己試 現在總共加了三匙的鹽巴 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他在麵是沒有味道的 我們把鹽加下去之後就是要這樣子煸炒 再來試吃一個 夠鹹了 夠鹹了好 最後一個步驟我們就撒黑胡椒粒 就完成了 會不會加太多 不會 相信我不會 半炒均勻 我們這一道菜就完成了 好 完成 我們三道料理都已經完成了 現在我們是試吃階段 邀請我們的重量級嘉賓 你們以為你們要講大姐嗎 我跟你講我每天回娘家 每天回娘家 就是為了這些料理 我們就先來吃這個義大利麵 我剛剛已經偷吃了 超好吃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那個黑胡椒真的很重要 其實這在外面很少吃 就是他會把它煸得很乾 每一個材料都煸得很香 尤其是那個培根 那下一樣我們來吃這個客家小草 很厲害 很厲害齁 他已經吃半盤了 都是我吃的 我覺得他有點類似那種炭烤的味道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個都煸得很香 我知道 因為有沙茶醬 那也是要火候 其實要一點點功夫 喔他現在在講他自己是這個 你的功夫很好 其實要一點點功夫啦 我覺得他重點就是他每一個步驟 真的很魔鬼藏在細節裡 因為他每一個料都煸過 每一個料都超香 我覺得這道厲害在他的鍋氣 而且我覺得要夠鹹 不然豆干會沒有味道 對 最後一道 魷魚螺肉蒜 來 我覺得這個湯的味道很特別 就是在外面你很少會喝到這個味道 如果你很怕那種海鮮的臭味 你可能會不敢喝 因為他有螺肉 那個螺肉還是有一點點臭味 可是我蠻喜歡的 臭味 可是他的湯真的很清甜 然後帶一點蘿蔔的甜 然後帶一點蘿蔔的甜 你說顧博主的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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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